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既然要做限量款 噱头就要做足 货源呢 关于这一点呢 我已经让小青去市面上问了 虽然说现在国内的原始数量可能不多 但是九百九十八颗还是可以弄到的 所以只要我们的方案一通过 就可以进行采买了 好的 这次的产品呢 主要是你们设计部主推 而我们销售部呢 也就是提些意见和配合执行 那就辛苦你 方案落实之后发给我们 没问题 如果没什么事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儿 我们散会 我把大家放的 准央号 你几天会 你收到吗 没有 要立即 请 田亭 什么 遧嘱 电话 因为 紫果 图 海棠花系列的限量款 首先推向市场 这只是我们这次活动的第一步 那至于第二步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要把剩下的钻石 对 早上好 孟总监 欣妍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官网对一定板块上线之后 不到十二个小时 海棠花的限量款就已经 收庆了 好 好 好 谢谢孟总监告诉我们这个好消息 孟总监也在 明康 我们海棠花系列已经烧庆了你知道吗 先别说这个 我给你看个东西 怎么了 怎么了 你可 璀璨珠宝金城发布最新消息 作为年度的重点活动 璀璨珠宝的董事长Lucy宣布 璀璨珠宝新一季将会推出 新型限量版钻石视频 由国外的知名钻石切割大师 打磨之后 专销国内占领平价市场 今天的 钻石视频 切割大师进行打磨 这不是跟我们的主打撞车了吗 我会把它弄清楚的 谢谢 明康 你现在立刻给我们所有的 供应商打电话 看看我们之前采购的原始有没有问题 好 我这儿去 小青 给其他的供应商打电话 看看他们手上 有没有我们需要的原始 如果有的话 立刻预定下来 好 你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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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顾欣妍 来董事长办公室一趟 进 董事长 走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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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手上的海棠花活动 全面暂停 可是这个系列已经在网上 全部都预售出去了 如果失信于消费者的话 这个损失是无法预计的 您能不能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一定尽快地想出一个 两全的方案 对 对 这样吧 董事会的书面决议 下发之前 你还有谨慎的一点时间 谢谢董事长 不过你要抓紧了 海棠花计划出了问题 林总和阿雷呢 就有了机会 他们手里搁置的方案 正跃跃于世 所以 留给你的时间不多 我知道了 我就奇怪了 这个活动 在我们内部还处于半保密状态 怎么会泄露到璀璨那边呢 是不是你们的阻力 不会 董事长 我团队的小伙伴们 都是我最信任的人 绝对不会 我相信你 那我就去准备了 你说真是奇特怪了 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呢 这璀璨的方案 跟我们的方案 几乎完全相同 顾欣妍呢 孟总监 她 她去找董事长了 等她回来 你们转告她 网站上预定了 新款的那些客户 大多数都不同意取消预定 所以 务必请她抓紧时间 想好应对措施 好 知道了 对了 孟总监 你说 我们这次这个活动 会被取消吗 目前来看应该不会 董事长应该会给你们 组长一些时间来解决问题 那太好了 这样我们从国外进货 有个十几天就够了 十几天 你们未免也太乐观了 董事会很快就会下决定 估计 你们顶多还有一天的时间 一天 不是 那 现在情况怎么样 顾欣妍呢 作为项目的主要负责人 难辞其咎 估计李卓然会把她给抛弃 让她承担全部责任 李卓然的目的啊 不过是想借着自己活动 全钱 顾欣妍要搭不起这个架子 她自然要找别人了 怎么这么巧啊 跟咱们选了同一批钻石 老大 您是怀疑我们内部 有人透露消息 露西里这个女人 一向没有底线 她干这种事 是惯犯 喂 你好 阿瑞娜要见林总 阿瑞娜见你 跟她说我不在 林总不在啊 你不要进去 林总 我知道你没时间见我 可是我敢肯定 你会对我手上这份 新的计划案有兴趣 我应该会否打到 这个会议 你突然召开这个会议 议题是什么 为了不给公司继续造成损失 应该立即停止海棠花项目 紧急启用备用方案 这样可以把公司的损失降到最低 可是前期的资金已经投入进去了 预售也开始了 现在停 损失怎么算 损残珠宝已经控制了 市场上绝大多数的钻石原料 海棠花项目已不具备可实施性 现在我们启用阿瑞纳的项目 是可以把损失降到最低的唯一途径 阿瑞纳 介绍一下你这个项目的预算 我在我原本的设计方案上面 在材料上面做了修正 现在它的成本低于海棠花 供期也更短 现在启用阿瑞纳的项目 不适为一种保险的测试 各位 咬绝一下吧 既然这样 我们就投票吧 同意暂停顾星岩计划 改为阿瑞纳方案的董事 请举手 各位董事 请听我再说上一句 虽然说现在的原石供应上 的确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但是我一定可以想到办法解决 所以请大家相信我 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们这次就是因为 把时间和资源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才会让公司出现这种被动的局面 请各位董事继续投票 请大家再给我几天的时间 我一定可以找到原石的 我们前期已经投入了那么长的时间 各个部门也花了这么大的心血 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给几天时间 看看这个方案是不是可以绝处逢生 而且大家难道一点都不好奇 为什么这样一个绝密的计划 会被璀璨珠宝给撞车呢 三天 再给我三天的时间 如果我找不到可以用的原石 我欢迎公司问我的责任 到时候我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听上去有些道理 那就这样吧 顾星岩的方案和阿瑞纳的方案同时推进 如果顾星岩三天之内找到原石的话 阿瑞纳的方案立即停止 这真是 你说说看 你想怎么解决这个事情 我想问Lucille买回钻石 璀璨是东辰最大的竞争对手 他凭什么把原材料让给你 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的办法 无论如何我都要试一下 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方案泄露 御寿还不知道如何收场 一旦失败的话 国内的珠宝剑 你也带不下去了 你明白吗 明白 拜拜 你怎么还研究上对手的官网啊 在这个节骨眼上想要见到Lucille 就只有这一个办法 你把什么发出去 我在璀璨的官网上给他们发了评论 现在正好是璀璨的促销季 他们一定会认认真真地 每个评论都看 而且Lucille一定会去巡店 所以说再加上这条评论 她一定会对我有印象 到时候有助于我跟她直切主题 这倒是个好办法啊 我帮你把评论和点击量刷上去 让你的文章处于置顶状态 真的 小吵架啦 谢谢 别客气 你忘了我是谁啦 是 你是魔力鸟 新来 李总 您找我 网上很火的这篇文章你看过了吗 看了 如果您觉得影响不好的话 那我可以找网管把它撤掉 不 为什么要撤下来 你不觉得在这个时候 我们的官网上出现这么一篇文章 很巧合吗 您的意思是放着吧 我想这篇文章的作者一定有他的想法 再说他提出的确实也是我们存在的问题 为什么 我这里就没有这样的人才呢 门店的声势造得怎么样了 非常见效 尽快安排一下 这两天我要去巡店 好 进来 来 老大 我在璀璨官网上发现一篇文章 您瞅瞅 这篇文章 是璀璨官网的最火的一篇文章 我看评论了 有点赞的 也有吐槽的 也不知道谁写的 好 这顾星岩花招还真不少啊 把这些明星产品的资料送到报社区 加大宣传力度 这次的活动 我们一定不能树立分之 谢谢 谢谢 你好 你好 给我拿一下这款项链 让我看一下 好的 这款浪漫之星系列中间硕大的钻石 加上旁边璀璨的副钻 更显宁的高贵气质 是我们今年的主打款 这款吊坠呢 采用的是卡箱工艺 没错 是现在最时髦最精致的镶嵌方式 这种镶嵌方式的确会比爪香 来得让钻石裸露得更多 更显出钻石的炫目 小姐好艳丽 但是呢 从钻石的切割工艺角度上来看 你们这个有点粗糙啊 你看它好专业 槽口开得有点太大了 这样很容易形成钻石的松动或者脱落 如果说你们这款吊坠投入到市场当中 应该会有很大的翻修量吧 这位小姐 你说得没错 这款浪漫之心 确实存在返厂加固问题 我是Lucy Lee 这家珠宝店的老板 你好 你好 我是顾兴颜 东城珠宝设计师 我们官网置顶的那篇文章 应该是出自你的手臂吧 没错 我知道 我知道你早晚会来找我的 只是没想到这天来得这么快 您是前辈 本来就应该要当面向您请教的 我没猜错的话 你来找我 是为了买回那批钻石吧 果然是前辈 虽然那批钻石的成色很好 但是呢如果没有宋老的加持 一样没有办法展现绝佳的品质 所以我实在想不清楚 为什么您一定要封锁全部的货源啊 如果我告诉你 我买那批钻石 就是为了跟东城打对台呢 这样的竞争 对我们彼此都没有好处的 顾兴颜 我非常欣赏你的才华 所以我不想浪费你的时间 我们可以加价 哪怕是比市场价再高一些 我们也是可以接受的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 我不会让你买回那批钻石 除非你让林毅亲自来找我 这是我 根本就不可能做得到的事情 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案 我知道你立下了军令状 三天之内要拿回那批钻石 如果你失败了 后果你当然知道 恐怕以后你在珠宝界都无法立足了 我现在就有一个方案 你不妨考虑一下 来我的公司吧 抱歉 我是不会离开东城的 你的这个方案风险这么大 那么顺利地就通过了公司的审核 而且又砸了这么大一笔钱 在宣传上面 你就没有想过 是有人故意挖坑给你的吗 老大 老大 您说这李总 会同意把钻石卖给咱们吗 露西里这些年花了这么多钱 玩了命地跟东城作对 眼看着就要赢一局了 换做你 你会卖吗 我肯定会啊 不对 老大 那我就不理解了 那您为什么还同意 给顾信言三天时间啊 我就是想看看 当单纯撞上老链 会产生什么样的火火 吴兴言还是太单纯了 她不知道 光靠才华和拼劲是不够的 单纯和头脑简单是画等号的 而在职场里头脑简单 简直就是一张并未通知书 是吧 啊 员员呐那边进展得怎么样了 那边没什么问题 就是那个人手有点不够了 把顾信言手下的人调给阿瑞呐用 一定要保证备用计划的进度 没问题 我这都弱势 走吧 嗯 我们就这样子跟宝石的话 硬质开机 两刀翻 咱们那个设计也就知道 我刚说了 顾欣妍 好 大会儿也都注意一下 人力已经把设计部的所有员工 都调配到我那儿帮忙了 所有 可是我的项目也需要人帮忙 你自己看一下 董事长跟林总都已经签了字的 人事调令 好吧 看来就只有我们了 注意 是设计部所有的员工 我要尊重一下他们的意愿 如果他们想到你那里帮忙 那就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不好意思啊 副总 我自己手上的工作还没完成 我没法帮你 对不起 阿欣妍 活动结束以后 我替你申请加薪 来吧 所以你去把集合图形给整合出来 把所有你能够找到的 在珠宝界的集合图形 影响力的全部都列出来 不是 欣妍 我真是想不明白叶晓晴在心里在想什么 我现在终于明白 为什么那天你准备的资料 是要我转交给她 而不是你亲自给她 这事要是处理不好 确实后果很难想象 是 可是你说我们认识她这么久 真看不出来她能为点薪水 出卖自己立场 不会的 我相信晓晴她只是一时心急 她不是那种见义四千的人 实在你对我封好 你帮我倒杯咖啡 我也希望是这样 可是你说现在就剩咱们两个人了 而且就有两天时间 能干什么呀 露西丽那里是彻底没有希望了 我们给所有的供应商打个电话 希望可以找到适合的钻石 也只能这样了 我们这边真的是很着急要 所以说价格哪怕高一点都没有关系 我 行 我知道了 谢谢您 张总 我是东城设计部的李明康 我们之前跟您订的那批原石 好好好 没事没事 喂 杨总您好 对对对 您好 您好 我是东城的顾欣妍 您问库里有 您知道我们在找原石啊 对 没错 璀璨这次活动不知道怎么的 就跟东城撞了车 我们需要的的确是同一款原石 对 那那那那这样行不行 您帮我问一下上一集的供货商 看看他们那边的库里是不是 是 知道了 谢谢您 欣妍 没事吧你 我没事 你那边怎么样 不太乐观 所有的供货商联系之后 最快地说下个月中旬 才能凑够我们要的量 你这边呢 要么就是断货 要么就是供应的时间根本就来不及 这剩下一天了 可怎么办啊 这样吧 今天也很晚了 你也辛苦一天了 你先赶紧回去休息 我们明天再想办法 行 你也别太难过 我相信还有希望 加油 加油 晓晴 你怎么还没回家 你怎么办啊 阿里奈叫我们大家加班来着 我先走了 她还在那边等我们呢 晓晴 我是不是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 惹你生气了 没有没有 那就是阿里奈她拿高层压你 也没有 嗯 嗯 那 为什么 其实 没有什么为什么 欣妍 是我对不起你 这段时间 发生太多事了 我只想好好工作 哪怕能完成一个活下的项目也行啊 嗯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晓晴 你不要紧张 我能理解你的 好好好 我先走了 我知道了 谢谢 谢谢 不到一天了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看来这一次我真的要为战先败了 所有的办法我都想了 所有供应商的电话我都打了一遍 包括露西丽 即使我跟她说我愿意高价回购原始 可是她还是不同意 所有的办法都想尽了 那你查到是谁泄密了吗 我现在根本就没有心思去追究这个 对 我真是air 你一定会地付你的身份 你这么多人 我真的有心思去追究的 你必须要不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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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力了 还会丢了一位朋友 你别急 我一定帮你查出来 是谁谢的命 他有个说 我是不是太高过我自己了 以前在加拿大的时候 我那么地信心失足 我以为说 我只要回国了 我就一定可以实现我的目标 可是当我回了国之后 当我双脚真正地 踏在上海这个土地上的时候 我发现怎么每做一件事情 那么难了 我是不是就不该回来 我就应该待在蒙特利尔 继续当一个画图员 或者说 我应该继续地练摊摆摊 当一个自由的手工艺者 当然我真的努力了 我真的努力了吗 我使使用了我全部的能量 可是 可是我发现我还是什么都改变不 行业 我听你说这些 我也特别难受 但是你别灰心啊 一定有办法的 你想想 还有没有什么别的途径能拿到原始 是忽略掉的 别的途径 所有能想的途径我都想了 还有一个 那个露西丽她这人说 除非 除非什么 这顿窝齐了 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 我去想办法 欣言 最后再给她的 应该观看 我要看看 我听不懂 停 我听不懂 我听不懂 是不是 我听不懂 我听不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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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棠花项目下马 我知道您不看好 我也不会轻易地 去向Lucy Lee低头 我知道 那你干嘛来找我 可是我没有办法 林总 对不起 对不起 林总 我知道 还没有进公司的时候 您就对我印象不好 我炼摊让您给撞上了 害得您把手机都给丢了 进公司之后 初中 还有灵溪系列 我不听话 不听指挥 我甚至跟您针锋相对 真的 如果我要是您 遇到我这样的下属 我也讨厌死了 我根本一找就把她提出公司 但是我今天真的没有办法了 我现在只有二十几个小时的时间 我真的没有任何的办法了 我本身 一点都不害怕被东城给踢出去 但是问题是 我真的害怕会影响到 东城的性欲还有形象 你喝了多少酒啊 来 来 来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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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深更半夜的 朝到我的办公室来 就是来跟我说这些 是吗 你哪儿来得这么大胆 要是平时的话 我还真没让得打 可是问题是今天我喝酒了 我酒壮怂人胆我 酒壮怂人胆 你说你是怂人啊 你可一点也不怂 冬城现在好不容易销售势头才上去 现在好不容易口碑才要好转 真的再景气一点点的风浪了 所以跟整个冬城相比 我的这一点自尊算什么 我的这一点自尊算什么 林总 只要 您去问Lucy Lee把钻石买回来 我就离开冬城 我从您眼前消失 从您眼前消失 时间不早了 回家吧 行吧 林总 走吧 走吧 只要 您把这批钻石买回来 我就从您眼前消失 行吗 好 半价了啊 这地儿看着换你还不错 林总 您还没有答应我说 会不会去找Lucy Lee的事情 该做的你都做了 听天命吧 吃早饭啦 吃早饭啦 林总 我来给你送早餐 你人呢 我来给你送早餐 我有点急事 今天出来的早 你自己吃吧 你在哪儿啊 我这儿忙着呢 先挂了啊 我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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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 好球 不是 很理想 David 我们璀璨在中国发展迅速 无论是从品牌和市场来讲 现在已经绝对不比东城差了 如果能够得到 戴尔普斯的明年的看货权 我相信 我们双方在中国市场 初来打球的重点 就是休息开心一点 李总却三句不立功识 这点可是不比东城的林总啊 我 你放松一点嘛 今天的输赢 就在球场上而已 对了 我今天 怎么没见到东城的林总呢 我很想跟他较量一下球技啊 各位多包涵 今天呀你们尽情回杆 我来做动 来来来来来 快 有请你 好 好 好 快 快 快 好 谢谢 谢谢 别的人谢谢 谢谢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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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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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行 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我把所有能想的办法都想了 包括一些不是办法的办法 我也是了 昨天晚上我去找了林总 我请他 去帮我们到露斯丽那里 把钻石买回来 那林聪怎么说 虽然她没有直接回绝我 但是我已经预见到了她的决定 她是不可能帮我们的 我们现在剩的时间不多了 你说如果我们真的找不到你去原石 你真的会离开公司吗 或者说因为方案外泄被调查 说实话我现在都没有心思考虑这些问题 现在还有时间 我们去找我们所有能找到的供货商 见面三分请 电话给他们总说没货 说不定我们亲自拜访会有意外收获呢 没错 走 明天公司的董事会也就会宣布要启用我们的方案了 大家再加油 继续完善所有的工作好吗 好 好 丹妮可 怎么了 你还在做垂死的挣扎吗 阿富总 很多事情没到最后一刻 谁也不知道结果 庆功酒 别喝太早 我还真的早就准备好了庆功酒 我就等明天时候一到 我们庆祝为他们送行 怎么样 大家一起庆祝 好欢迎 对不起啦 对不起啦 好的 大早晨就喝这么烈的酒啊 李总不会是遇到什么烦心事了吧 我来杯白水 好的 林总 您这么有兴致也来打球啊 我手里有份合同 我向李总恐怕有兴趣看看 我向李总恐怕有兴趣看看 你还没有兴趣看货全 但是 你得把你手里那批钻石 低于市场价三成卖给我 咱们还没谈 你就让我损失近千万 林总 您这是 来解决问题的 还是来给我添堵的 李总我还有别的事 你尽快决定 不要这么拖拖逼人嘛 我想你是错误地估算了形式 现在你还没有占用主动权 现在 如果你拿不出消费者指定的商品 损失了客源和信誉 对你的损失 可是不可估量的 我现在还没有占用主动权 对我和你码的礼物 你什么好啊 你的这种方法 你还没想到